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初件配饰系列 三色景的勾边制作教程 线材采用法国进口8号蕾丝线 使用断缆色与纯色组合表达层次感 搭配24K包巾材质配件提升整体精致度 成品简单烂满清新灵动 具体配色色号和勾针型号参考材料包详情 购买原版材料包可在淘宝搜索店铺 恭喜手工实验室或店铺号99350333直达店铺 如果想要第一时间收看更多更新的视频教程 扫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新浪微博 花朵和单只花瓣都是使用环形起针法 逆时针缓撞向外勾直 单只耳环需要完成一朵完整的花朵和三片花瓣 最后进行配件的安装及定型 接下来进行具体的演示 首先进行起针 将线在左手食指上绕两圈 右手将线圈取下 接着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 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上 右手拿起针针针针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拉出 再次绕线拉出 这是一个锁针 用于固定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再针一个锁针 作为第一圈的起立针 接着针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拉出 针针上有两个线圈 再次绕线 从两个线圈中拉出 这是一个短针 我们看一下短针上方 这样V字形的两根辫子 就是针木 大家可以在这两根辫子上 放一个别针或者铜丝之类细的东西做标记 接着继续勾短针 勾的时候注意勾针可以往前推一些 这样勾出来的短针针木会比较松 便于我们下一圈进行 第一圈一共完成七个短针 全部完成后 先放开钩针 看一下上方 全部都是V字形的针木 一共七针 接下来我们收一下起针的线圈 先轻轻拉动线头 一共有两个线圈 会有一个线活动 先拉紧活动的这个线圈 接着再拉紧接着再拉紧线头 这样线圈就收好了 勾针重新挂好线 将勾针穿过第一个短针的针木 也就是一开始让大家标记的那两根辫子 接下来我们要勾引拔针 将起针的线头放在勾针的上方 勾针绕线 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 拉紧 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花朵的第二圈 先勾四个锁针 作为第一个花瓣的起立针 接下来我们要勾三卷长针 勾针绕线三圈 穿过刚才同一个短针的针木 注意起针的线头仍然放在勾针的上方 勾针绕线拉出 勾针上一共有五个线圈 一次绕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三次 最后再一次绕线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三卷长针 我们要在这同一个短针的针木内 勾八个三卷长针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 自行完成 这里完成了第八个三卷长针之后 勾四个锁针 在同一个短针针木内勾一个引拔针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花瓣 接下来我们要在第一圈第二个短针上勾引拔针 这里第二个短针可能会被第一朵花瓣盖住 大家要拉一拉 这是第二个短针的针木 但是注意我们接下来两个引拔针都是直条 针木的前半针 也就是靠近自己的这一根辫子 在下一个短针上同样是条 朝向自己的这根辫子引拔 这样余下的后侧的两根辫子 用于后方两个纯色花瓣的勾枝 如果大家怕之后找不到的话 可以在这里预先放两个记号标记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 针木上引拔 注意这里是条两根辫子引拔 接着勾四个锁针 开始第二个花瓣 和第一个花瓣一样 在同一个短针针木内 勾八个三卷长针 这里完成了八个三卷长针 以及四个锁针之后 在同一个针木引拔结束第二个花瓣 完成之后我们看一下 第一圈的短针 一共还剩下三针 我们在接下来的第一个短针针木上 引拔一针 在第二个短针针木上 再引拔一针 接下来勾三个锁针 作为第三个花瓣的起立针 接着在同一个短针针木内 勾十二个三卷长针 这里已经完成了第十二个三卷长针 和起立针一样 勾三个锁针 在同一个针木内引拔结束 最后这个花瓣 接着最后还剩余 一个短针针木 在最后这个短针针木上 引拔一针 留一小端线头 端线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前半部分的三朵花瓣 上方两个比较小的是对称的 下方这个比较大 接下来我们翻到背面 纹理比较模糊的是背面 我们在织物的纹理中将线头收几针 大家可以多收几针 接着修剪掉多余的线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背后两个花瓣 录针的位置 也就是之前上方两朵花瓣 之间两个引拔针 剩余的背后两根辫子 将钩针穿过第一个短针的后半侧的辫子 建议大家一定要在之前钩针的过程中 放记号标记 取出纯色系的线 左手挂好线 将线头和字片捏在一起 勾针绕线拉出 接着勾三个锁针 作为第一个花瓣的起立针 注意是三个锁针 接着 同样的方法 在同一个辫子上 勾九个三卷长针 全部完成后勾三个锁针 同样在同一个位置 录针引拔结束这一个花瓣 后方一共有两个纯色花瓣 另一个是完成在下一个短针剩余的后侧的辫子上 方法是一样的 先引拔一针 接着勾三个锁针 再勾九个三卷长针 最后再勾三个锁针 在同一个位置引拔结束 这里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引拔针 拉紧留一小段线头断线 用同样的方法 在织物背后的纹粒中 将线头收集针 多余的线头 直接修剪掉就可以了 调整一下花瓣的形状和位置 接下来我们进行单支花瓣的购置 同样是环形起针法 起针完成后 直接勾四个锁针 作为花瓣的起立针 接着在起针的线圈中 勾七个三卷长针 如果想要宽一点或者窄一点的 单个花瓣可以自行调整三卷长针的数量 这里完成了七个三卷长针之后 勾四个锁针 在起针的线圈上 引拔一针 接着放开勾针 收一下线圈 线圈收好之后 所有的三卷长针 就会合并成一个花瓣的形状 将多余的线头剪掉 同样在织物背面的纹理中 将两个线头都长几针 再修剪掉多余的线头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配件的安装 单只耳环会用到两根45毫米 和一根30毫米的源头梯针 我们需要将其中一根45毫米的提针 剪到大约40毫米左右 也就是使三根提针的长度是递进的 这里使用尖嘴钳中间的部分 是可以用来剪断提针的 修剪完比照一下长度 如果不合适可以再次进行修剪 接着取出一个滑板 从中心点穿过提针 确认一下位置之后 在提针的头部附近 涂抹一点胶水 将花瓣这样固定住 注意提针 有一些弯曲 弯曲的方向是朝向正面的 按照同样的方法 将三个提针和花瓣组合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要使用圆嘴钳 在提针的顶端 做出一个挂环 注意使用圆嘴钳 靠近顶端的部分 这样夹住提针 直接向后转 注意转的方向 要跟花瓣的方向是相反的 转出一个圆之后 再往相反的方向 再轻轻拧一下 这样挂环的部分会比较美观 按照同样的方法 将另外两根提针 都做同样的处理 一定要注意 都是往花瓣的正面的 相反方向去转 这些提针的弧度都是可以调整的 如果想让它稍微往前弯或者往侧弯一些 用手轻轻的顺着捋过去 它就可以变得比较弯 但是不能用力的折 接下来我们要将三个花瓣 穿在一起 用开口圈辅助工具 打开一个开口圈 花瓣排列的顺序 可以是随机的 也可以按从长到短来排列 这里我进行了随机的排列 但是把长的一根放在了中间 接着取出痘痘耳丁的额肚 在额肚的下方将开口圈挂上去 合上开口圈 接着将耳钉的部分取下 从花朵中心穿过 再穿上耳朵 这样配件就安装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定型 先将花朵和额肚的部分分开 花朵部分如果想要耳钉和花朵固定在一起 同样在耳钉底端涂上浇水就可以 接下来用河水1比1稀释过的定型液 刷在花朵的背面 每一片花瓣都要涂上定型液 刷好之后 调整每一片花瓣的形状 将它们调整到更接近真实花瓣的 饱满又随意的状态 直接用手调整 或者也可以借助镊子之类的工具 来进行微调 当个花瓣的部分也是同样在花瓣的背后刷上定型液 再进行形状的调整 全部调整好之后 自然晾干就可以了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 想要第一时间收看更多更新的视频教程 就拿起手机扫码关注我们吧